副議長 您發言 主席 縣長 兩位秘書長 各位首長 各位同仁 大家好 本地這邊想第一點請教一下我們的縣長 新政府5月20號已經上台 也代表民進黨已經全面執政 包括立法院裡面已經過半了 我想這邊請教一下縣長 新政府上台之後是屬於民進黨的執政 跟縣長是屬於國民黨的差距 我想請教縣長 對新政府上台之後 我們是不是有這方面的溝通的管道 跟人脈的一個聯繫 諸如說怎麼樣跟民進黨政策委員會 談論馬祖未來的建設 或者說以後預算的爭取等等 我們縣州到底有沒有屬於自己的管道能夠跟民進黨政府這邊直接取得聯繫 還是說縣長藉重我們立委的力量 在台北那邊跟民進黨有沒有這方面的接觸跟管道 我想說這個是關注到我們馬祖以後未來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說 巧婦難為無名之吹 我們地方政府整個都向中央伸手牌要錢 我想這方面縣長是不是有這方面的規劃 或者有這方面的人脈 那主席才是請縣長做個答覆 好 請縣長做答覆 非常謝謝副議長關心就是新政府上台以後對地方的互動跟關係 我想雖然中央執政的是民進黨政府 那我本身是國民黨黨員 基本上雖然說政黨不相同 但是我想我們對於地方的建設 我想不會因為政黨的輪體而放慢腳步 那雖然說我本身是國民黨 當然對於中央的民進黨政府 雖然說政黨的理念會有差異 但是我想對於整個地方的建設 我們還是全力的爭取 會跟中央建立一個良好的互動關係 然後繼續讓地方能夠持續的進步跟繁榮 那在蔡英文總統就職的當天 我也親自去參加 包含當天的晚宴我也參加 我也當面跟蔡英文總統 跟陳建仁副總統就是面談 也邀請他們能夠有抽空歷領馬祖 也希望他們能夠繼續支持 馬祖的建設 讓馬祖能夠持續的進步 那基本上他們都表現很友善的態度 我想如果有任何的困難必要的時候 我想我跟總統不管是蔡英文總統以及 陳建仁副總的 陳建仁副總是我研究所的一個指導教授 我想我們的溝通管道 我們不會有問題 如果有需要我們也會朝著這方面去做 另外我想在行政院方面 我想我們立委 陳學生立委 在中央他也建立一個很好的人脈 不管是民進黨的立委 或者我們國民黨的立委 或者是武黨籍的立委 我也觀察到 我們陳立委跟他們都保持很好的互動 特別他現在是交通委員會的一個召集委員 也安排6月22號會帶領交通委員會的委員 以及交通部賀成部長 就是到馬祖召開會議 我會把地方的相關交通建設的需求 跟他們做簡報爭取最大的這個建設 另外就是新任的這個 政務委員張景森 政務委員他是兼任我們福建省的省主席 他對地方事務也非常的熟悉 那最近幾次我們也一直保持電話能力 他6月20號也預定要做台馬執行來馬祖 21號會歷歷馬祖 我想我們都會親自跟他報告馬祖的現況 爭取支持 來推動馬祖建設 基本上政黨輪替我想在我們這個民主社會 應該會變成一個常態 以過去我們的經驗來說 如果說我們能夠很務實的能夠落實我們計畫執行 能夠呈現非常有效率的執行力 我相信我們的目標不會因為政黨的輪替有所影響 我對於未來地方的建設以及跟民進黨中央政府的互動 仍然是充滿的信心 我也希望說副議長以及議會議長繼續給我們支持 我們會全力以赴的 請問縣長有沒有所謂的公關 公關這方面呢 跟民進黨保持聯絡的這種機制 有沒有這方面公關的呢 跟民進黨這邊 我自己這邊啊 我跟那個副總統辦公室的秘書啊 我們的真秘書一直會跟他保持互動 譬如說我們這一陣子啊 就是那個那個蔡英文總統的就職紀念就啊 我們也是透過管道就是取了他的授權和可啊 那如果有任何的問題啊 我想這種的管道應該是倡同的 我們會善願一些這些管道的必要時候 就是利用這些管道來提供地方的意見啊 能夠促進中央跟地方的合作 好 謝謝先生答覆 那第二點就是新政府蔡總統吳二零就職當天啊 提出四個字在解決問題 我想說現在迫在眉睫的連續假期的四天啊 好多百姓跟公務員都跟本心反映說 訂不到機票怎麼回去 我想說現在的交通工具啊 我們所有的鄉親應該是以飛機為主 輪船為輔 當然說坐飛機四十五分鐘啊 坐輪船在什麼還是要八個多小時啊 對不對 我想說迫在眉睫的 連續假期這四天 我們縣總統有什麼因應之道嗎 怎麼樣子能夠做好這個端午節 連續假期的輸運準備 尤其是航空交通 現場這邊沒有什麼負販可以做 是 我們目前喔 對於這個連續假期有一個標準的一個輸運計畫 那利潤航空在這個這四天也都增加了一班飛機 然後我們台馬輪跟台馬之機在6月8號跟6月12號也都準備 對都已經計畫雙開 那今天晚上今天是特別 今天晚上我們台馬輪也是從台灣開回馬祖 這都是我們整個連續假期的一個輸運計畫 那如果說天後正常 航班都正常我相信這個輸運會順利成功 那我們仍然要密切的注意萬一天後一場有發現就是機場觀察有滯留的時候 我們會啟動這個緊急應變的輸運機制 我相信喔從過去我們累積的經驗我們還是有非常好的信心喔 可以順利的完成這個連駕的輸運計畫 其實說空中交通我們也有這方面的一個應變的計畫 以及跟利魯有談到什麼一個程度 空中交通在6月8號到10號都有增加一班的飛機 只是目前定位都已經都已經定滿 那6月10號以後我們每天會也會有 目前看來是每天都有一些位置會保留 我們會到時候會示範出來給必須需要的鄉親 目前要像誰喔 之前的協調就是6月8號到10號就每天例如都有增加一班的飛機 那有沒有鄉親像哪一個單位 像哪一個單位說我今天要去台灣沒有機票 哪一個人能夠協助我們 我仍然是希望說在馬祖持續進步方面的階段 大家仍然要有一個非常必要的一個認知跟共識 就是我們對於自己的行程 或者我們應該要不管是去台灣去菊光去東雲 都有事先定位的這種概念 我是覺得說如果說事先對自己行程做這樣子的安排 就減少一些困擾 但是如果臨時有些突發的狀況 緊急的狀況 緊急的需求 我想我們政府也會透過這個應變機制給予必要的協助 現場我告訴你 其實這些公務員都很清楚 都在兩個月前就開始訂票 就是訂不到 哪個鄉親不曉得都在這個連續假期四天 當然都知道 但問題兩個月之前就訂不到票 這才是一個問題所在 所以說本機跟現場建議說 是不是要比照我們以前那個制度 在機場那邊設立一個服務的一個人員 鄉親或者你們有需要直接就直接利用對口 就可以讓他們很方便的搭飛機出去 你這樣沒有做的話 我請問你找誰 你說有位置 我去哪裡找誰 找不到人了 好不好 我想這方面的這個機制趕快把它建議起來 好不好 你要不到計票 要不到傳票 改天百姓就不給你選票 我想這個是一定要做到這個服務 好不好 因為剛剛就談到說 所謂的年假這段時間 承載量的問題 所以一個是值 一個是量 我們現在到底的交通 這個觀光旅遊的方向 是重值的還重量 好 本期6月4號那天遇到一個問題 這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天候狀況都非常好的狀況之下 誒 來到馬祖的 這樣沒有地方可以住 這是事實的 沒有地方住哦 我還不說什麼原因哦 他說我們大陸那個臉江那個 騎腳踏車的 大概20個人過來 然後他說 因為他還從臉江出發了 才想說我要找個地方住 結果沒地方住 住到哪裡 住到阿兵哥那個據點那邊去 還好他們已經有冷氣了 又有這個船鋪了 然後直接就塞到那邊去 都還沒開始營業 就直接往裡面塞 我個人看法是說 這種 我們是不是說已經要達到 這個所謂的 承載量的一個數量管制 假如說你連續假期 台灣那個船開來兩艘 那就沒有地方住 也不是一個辦法 對不對 再加上這些自由客 尤其是大陸過來的自由客 我們也沒有辦法掌握它 對不對 這方面我們也沒有 這種職跟量 我們相關單位是不是做好 這方面的一個管控 我想說這個是 這再度是對我們政府的一個挑戰 第三點我想那個 縣長這次以遠見雜誌裡面 得到五顆星的這個一個殊榮 我想說這是全體公務員 這個努力的結果 但是談到所謂的住宅政策 本期在這邊給縣長一個建議 那個花蓮縣長傅崑奇 他已經連續七年的五顆星的 這方面的一個讚美 那麼他這裡面五顆星 連續七年一定有他的道理在 其中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一款 就是所謂的住宅政策 住宅政策他怎麼做呢 他是把這個責任 全部交給他的一個副縣長 去負責這個 國民住宅這個政策 而且主導的是他們花蓮縣政府 就是業主 他直接找那個營造商 來跟政府今天來做 這方面的合約行為 然後賣的售物的價錢 按照他成本價來賣 所以他得到很多年輕朋友的支持 那麼現場早上也談到 所謂的我們電池商這個 國民住宅政策 那麼你現在方案有朝向哪一方面來做 也沒有這個方案 到底什麼時候可以定案跟實施 是 基本上就是有關花蓮的住宅政策 也是我們參考的這個方向之一 基本上我們人愛一世期地段 就是我們預計在下個月 就會評選這個莊養管理的公司 然後會到各村做送免費 然後開始受理登記 我相信我們的做法 其實跟花蓮的做法是一致的 我相信到未來兩三個月 當民眾實際接觸以後 就會明朗實際的狀況 這個部分也是我們非常重視 特別對年輕朋友 我們希望說年輕朋友 就是能夠專心的能夠創業 能夠工作沒有後顧之餘 包含這些住宅政策 包含我們的公多政策等等 希望年輕人就是沒有後顧之憂 能夠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 這是我們會努力的反向 先生未來的你的政策就是說 也是直接有公務局 來跟這些營造商 直接來跟他遞合約 然後相對的來做監督 而且把這最好的品質蓋出來 然後讓我們年輕朋友 可以約兩三百萬 最低的價錢買到房子 是不是這個政策 是